大約在40年前 1983年的10月23號 發生了一個事件 歷史上稱之為 Beirut Beric Bombing 1983 被魯特軍營炸彈襲擊事件 拜登總統40年之後 開了個簡短的記者會 因為伊斯蘭的聖戰士 攻擊了美軍在敘利亞的軍事基地 與伊斯蘭的聖戰士攻擊 目前在敘利亞駐軍的美軍 大約有差距 差不多900人 伊拉克有接近快要3000人 沒有錯 伊拉克美軍基地 從幾個禮拜 這個聖城被攻擊之後 在那邊也被聖戰士襲擊了 值得慶幸的是 目前好像沒有任何美軍 或者是軍人有任何的傷亡 但是很明顯就是戰爭正在擴大 而且美國絕對會被拉進去當中 即將又一次進入中東的全面戰爭 在共和黨目前一片混亂 不知道敵人在哪裡 不知道敵人是誰的情況下 共和黨的人常常問的就是 黨內的精神領袖會怎麼做 就是WWRD What would Reagan do? 雷根總統會怎麼做? 絕大多數都沒有辦法有個共識 因為雷根總統已經死了快要20年了 而且已經沒有當總統34年了 我查了之後才知道 原來我是雷根總統的時候出生的人 簡單說就是 現在的世界現在的情況 目前美國的文化價值跟地位 跟當時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這個事件 美軍基地在敘利亞被攻擊的情況 我們的確有 雷根總統會怎麼做的完美答案 因為當時雷根總統面臨的是同樣的情況 而且更可怕的局面 而且幾乎是在同一個地點 一個在敘利亞 一個在黎巴嫩 如果各位看地圖的話 就會發現敘利亞跟黎巴嫩 都在以色列的北邊 兩國是挨著的 別魯特跟大馬士格 好像開車幾個小時就可以到 也就是說40年前發生的事件 這一次應該怎麼樣應對 有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40年前又前幾天 兩個恐怖攻擊的自殺卡車 撞上了美軍駐黎巴嫩的一個軍事大樓 這兩輛卡車上面載有大量的炸彈 然後爆炸了 摧毀了整棟建築物 這個恐怖攻擊殺死了241個美國大兵 58位來自法國的軍人 以及6名黎巴嫩的平民 然後雷根總統做了什麼回應 他是共和黨內號戰派最愛的人 因為他很堅定 聯手英國的鐵娘子 Margaret Thatcher 跟當時的教宗 Pope John Paul II 以保守派的原則 擊退了這個蘇聯的擴張 打贏了冷戰 這個人不畏懼敵人 跟蘇聯死拼到底的總統 到底面對這個恐怖攻擊的反應 是什麼呢 Ronald Reagan 拒絕反擊 而且迅速的把美軍從黎巴嫩撤離 這個答案好像並不是這群 號戰派想要進入第三次世界大戰的 這些神經病希望得到的 或者是想要的 期待的 但是 這個是事實 因為雷根總統 這個美國歷史上 國際關係搞得最好的一個總統之一 一直都在回避美國直接進入 對於其他國家的直接戰爭 就算他的名聲 或者是大家的印象 對他都是非常堅硬 非常強悍 絕不妥協 奮戰到底 但是他對於美國跟其他的國家開戰 還是非常保守的 他不希望美軍被困在其他的國家的戰爭當中 他不希望美國為了面子 或者是為了武器製造商的荷包 跟不必要的國家開戰 他的國際關係是非常精確 而且有策略的 現在支持美國開戰的聲音 會越來越大 很多共和黨的人 會加入到民主黨 或者是民主黨的人 會加入到共和黨 很多人會希望美國開戰 或者是介入到各式各樣的戰爭當中 有人希望美國加入巴勒斯坦 消滅以色列 有人希望美國加入以色列 打伊朗 消滅當地的所有穆斯林的政權跟國家 我們要記得的就是雷根總統的執政方針是 以實力來成就和平 在基本上一模一樣的恐怖攻擊的情況下 聰明的有智慧的和平的說 不要 美國不應該參戰 美國不應該介入 這個是非常難做到的 在全國都非常情緒化 想要宣戰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沉得住氣 我們要怎麼理性的看這件事情 我們要怎麼不要讓我們的情緒控制 導致更大的傷害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戰爭 現在基本上分成了兩邊 但是兩邊的結果其實都一樣 就是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 兩邊都很情緒化 認為說美國要參與在戰爭裡面 這其實是非常危險的 而且鄭重中共的下懷 很多年輕的朋友問我說 萬一現在這個情形 美國真的開始招兵了 我會不會參軍對不對 我一堆槍啊那些東西的 我比如說 我不會 我有更重要的人事物要守護 我的家庭 我的社區 我的教會 如果今天發生的事情是 中共或是俄羅斯 登陸在美國某個地方 或空降在哪裡的話 我一定馬上戴著我的安全帽 跟防彈衣 提著我的步槍走出去了 因為我要保護我的家庭 我要保護各位 但是如果今天 你是要我去以色列 去韓國 去台灣 守護 去烏克蘭 守護他們的領土 以及利益 I'm sorry 我一點信心都沒有 而且對我來說 現在的美軍 並不是一個仁義之師 他們說的自由 不是神給的自由 他們說的民主 是可以用選舉作弊的民主 他們說的美國利益 跟美國人一點關係 都沒有的情況下 我個人 不可能為了這個樣子的國家奮鬥 如果今天這個國家 是一個屬神的國家 為了聖經的價值觀 為了聖經的信仰 為了守護神 賜給我們天賦人權 而奮鬥的話 我可能會心動一點 但是現在的美國 卻已經爛成這個樣子了 卻還是世界上最屬神的國家 這個就是我們的世界 到底有多敗壞 所以有個世界大戰 還有什麼哥哥馬哥的戰役 敵基督過來掌權 我一點都不會驚訝 總之不管怎麼樣 至於我和我家 我們必定侍奉耶和華 我不會侍奉一個不屬於神的政府或是政權 我要守護的是神的律法跟我的家庭 約爾書三章九到十一節 你們要在列國宣告以下這話 你們要預備爭戰 要激動勇士 讓所有的戰士都進前來 讓他們都上去攻擊 要把離頭打成刀劍 要把鐮刀打成毛槍 軟弱的要說我是勇士 四圍的列國啊你們快來幫助 在那裡一同聚集 耶和華啊求你叫你的勇士下來吧 聖經裡面有非常多這個樣子的經節 是在鼓勵戰士出來抵抗敵人的 但是在我們站出來抵抗之前 我們要了解的是 到底誰是敵人 因為很有可能我們就是我們自己最大的敵人 我們的驕傲 我們的韌性 我們的面子 我們的不悔改 在網路上面 不管你是認為美軍應該要幫助以色列 或者是 美軍應該要幫助巴勒斯坦的人 其實都是錯的 因為以色列的軍力 目前根本不需要美國的幫忙 美國介入只會擴大戰爭 反而會讓以色列在當地更難做人 巴勒斯坦人憎恨美國 他們想要殺光猶太人之後 接下來就是殺光美國人 所以目前在網路上支持戰爭的人 都很愚蠢 都很無知 絕大多數的人 這一輩子都沒有看過戰爭 我個人我也沒看過 我記得我小學的時候有一次跟爸媽晚上去看完電影去吃飯還是怎樣 然後突然 砰的一聲 隔了幾秒之後聽到了好多尖叫聲 對面有一個大樓有一個女的跳樓 自殺當場死掉 這是我人生唯一的一次看過死亡 看到一個活人變成一攤死屍的樣子 我沒辦法想像真正的戰爭是什麼樣子 我更沒有辦法想像希望戰爭擴大 希望別的孩子去送死 只為了面子 為了滿足自己空虛又沒有任何意義的正義感 到底是什麼樣的心態 所以 我在這邊 我也邀請各位譴責所有希望戰爭發生的人 戰爭擴大的人 希望美國參戰的人 我敢保證 當戰爭真的來到你家的時候 你會跟六七歲的我看到一個人跳樓一樣 完全不知道該怎麼應對 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常常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跟最保守 最堅硬 最不妥協的雷根總統 在1983年的時候做的事情一樣 要為了大舉著想 讓世界的戰爭降溫才可以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